临时假期客运窗口总是大排长龙 明年春节连假长达九天 角度目眼睛将原本的七休衣 在春节连假期间改为十一休衣 也就是说驾驶最多可以连上十天班 假期夜长 在输赢的过程当中 它的变数当然也更大 当然也更有弹性 安全第一 当然也不能过劳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未来用什么样的方案 来达成我们大家所需要的目的 这个我们在来讨论 为了临驾书运 交通部将二度闯关 引发各界议论 甚至质疑是忘了 普游马翻车教训 担心司机过劳会影响行车安全 服务业没有办法 没办法 那一下的 已经适应了 虽然客运驾驶收入动辄六七万 但多半也觉得不合理 因为工时压力没有减轻 十一休衣恐怕会加剧过劳 但游览业者却认为 十一休衣只有少数节日 需要疏通才会加开班车 为此聘认新驾驶 反而不符成本 交通部新的统计数据 光是104年到106年期间 游览车就减少了146辆 是近十年来熟度减少 驾驶月薪也少了400元左右 4点10分往来中 驾驶月收看似高薪 却是用超长工时换来 若是放宽 七收衣恐怕只是为 驾驶短缺解套 但行车安全不容忽视 工时松绑到底可不可行 相关部门还需从长计议 308年转还国日午宣统 基隆一栏报道